医疗健康相关今年上半年全球的麻疹疫情飙升 国内的部分也再新增了本土感染病例 在北部一位20多岁的男子在发病之后出诊 而且从脸部一路涨到躯干上 他是在上周公布指标个案的同住室友 所以研判是一起群聚的事件 而在超过300位的接触者当中 有一个人有相关的症状出现 但目前还在等待检验结果 但就有医师担忧了因为麻疹的传染力相当高 一个人就可以传给18到20个人 还有像是小baby太早打疫苗 或者是成人有共病长吸烟 也都可能会让疫苗的保护效果降低 北市报出麻疹群聚在新增一例个案 这名20多岁的男子是上周公布指标个案的同住室友 上个月底实时出现咳嗽鼻炎发烧等类似感冒症状 三天之后红疹一路从脸颊涨到全身 目前在家中自主隔离 统计国内今年已经累计7例本土个案 一共有三起群聚 另外一个是有目前我们还是在监测当中 大概总共有330个接触者 知道有一位是有症状 但是目前的一个报告还没有出来 但麻烦的是麻疹串染力非常高 医师指出疫苗感染者可以传给18到20个人 危险性高居各种串染病之管 虽然在台湾麻疹疫苗接种率很高 但如果小宝贝太早接种 或是大人具有共病等 也都会让疫苗保护效果因此降低 假如说能够到一岁三个月 麻疹的疫苗甚至会比一岁的时候打效果是更好 其实性别也有关系 对男生的这种免疫反应会比女生还比较差一点 而上周肠病毒门急诊也有多达2.6万人次就诊 创下10年新高 结果大小孩的占比近期呈现增加趋势 这个就是一个还债的过程 小时候没有得长大就还是没有免疫 比较多的比较大的小孩就被感染 个案数增加的时候 重症就有可能增加 另外天气越冷 流感疫情也越凶猛 包括重症跟死亡个案 也都持续创下10年同期最高 进入冬季还是要小心各种传染病 记者未提及领返的报道